投稿的网友他怀疑自己是从另外一个平行时空过来的 很秀 那么要求匿名 咱们叫她小婷 小婷今年26岁 你说一个正常人 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呢 是在去年 2022年7月份的时候 他跟他老妈就一起逛街 遇到一个女的 老妈就把小婷给拉住了 说怎么了女儿 小学班主任你不认识了 小婷是一头雾水 就符合着打完招呼之后 跟老妈聊了起来 老妈说呢 就刚刚那个女人 是小婷小学时期的班主任王老师 并且从小学一年级 一直把她带到毕业 怎么会不记得呢 但这个小婷就一脸懵逼了 因为在她的记忆里 自己的小学时期 换了好几个班主任 且她记得很清楚 六年级的班主任 姓李是个男的 这个母女二人 因此就没有逛街了 直接回家 硬实聊到夜里12点多 越聊越觉得 这个事无法解释 这个小婷的妈妈 说这个小婷 小学时期有几个玩得好的同学 就经常去家里玩 有的甚至 在小婷的家里住过 但那些人的名字 小婷虽然有些印象 不过完全不记得 他们跟自己的关系很好 反而小婷记忆深刻的几个朋友 说出名字来 她老妈根本没有印象 老妈还说了 当初之所以把小婷 送到王老师家补习 是因为小婷的数学生机 太差 然而在小婷的记忆当中 她的数学一直很好 且小学时期 还拿过奥数冠军 老爸还因此奖励了 她一条红裙子 那么听到这些之后 老妈就一脸的不可置信 就摸了小婷的额头问她 是不是脑子坏了 好 那如果说小学时期 因为年代久远 有一些记忆上的偏差 也能接受 然而 聊到初中之后 这个小婷就更加懵逼了 母亲说 这个小婷读初中的时候 非常叛逆 早恋 逃学 还因为初二 偷家里的钱 被她老爸暴打了一顿 在家里 歇了快一周 才去上学 可是呢 在这个小婷的记忆当中 她以全班前十的成绩 进入初中 并且还是当时班里的 那个纪律委员 更没有早恋 偷钱这么一说 而且从小到大 爸爸从来没有打过她 那么两个人争论到这 还给在外地出家的老爸 打了个电话 老爸呢 在电话里也肯定了妈妈的话 当时小婷整个人是炸的 因此呢 就专门登陆了许多年不用的那个QQ 找到了自己的初中同学群 在群里呢 也询问了一下自己当年的情况 居然有好几个同学都说 她和一个叫张子涵的男生 谈过一段 不过那个男生呢 不在群里 好了 在这个群里呢 这个小婷是越聊越懵 最后呢 就有一位同学 说有一个和小婷初中特别好的女生 叫李倩 让这个小婷问问她 还把李倩的手机号给了小婷 尽管小婷完全不记得这个叫李倩的人 但电话呢 还是打了过去 寒暄过后 小婷呢 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而李倩给的答案是 小婷跟自己在初中时期 的确是非常好的姐妹 并且还说啊 当年在学校里呢 这个小婷如何被欺负 几次呢 都是她帮小婷摆的事 然而在初三快要毕业的时候 小婷大病一场之后 就莫名其妙的不理自己了 后来就没有再联系过 到这的时候呢 小婷就崩了 因为她确实知道自己 在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呢 大病了一场 然而她根本不记得 自己和李倩有个交集 反而小婷的妈妈 就记得这个李倩 说那个时候呢 一直就觉得这个李倩 把自己的女儿带坏了 一度不让她们一起玩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不成当年的一场大病 把自己的脑子烧坏了 可是妈妈怎么说呢 当年的一场大病 把小婷的脑子烧开窍了 出院之后啊 就不在家里督促 她每天都复习到很晚 居然不可思议的 考上了重点高中 然而小婷却说 因为住院耽搁了大半个月 出院之后啊 自己的记忆力和体力 都不太行了 虽然考上了重点高中 但跟自己的真实水平 差了很多 因此当时还偷偷的哭了好多天 而关于小婷这场大病之后的生活轨迹 小婷和妈妈啊 就描述的基本一致 没有什么出入了 所以小婷就怀疑自己 是因为一场大病 从另外一个时空 穿越到我们这儿 还是蛮敢想的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朋友啊 好了 我是老票 下个故事见